我想政府有沒有拚經濟 從馬總統在9月份 全球經濟在轉折點的時候 他搞個政爭 在台灣債務已經惡化的情況下 年金不願意改革 他到底拚經濟 18%到底結束了沒有 這就是簡單的嘛 目前4萬個公務員加上退休 會在2017年搞卡台灣的經濟 這已經是不爭的事實 他竟然說一句話 誰叫我要做總統 所以我就面對這個問題 面對了沒有 答案是沒有 我要回應兩件事情 以到目前為止 必須跟觀眾朋友一件事 阿扁做的馬英九完全跟不上 今天台灣經濟有一個 非常特別的地方 就是我們金融業 創下中華民國牽台以來 最賺錢今年預估 金融業整體獲利超過2000億 這是以前從來沒有數字 請問這是馬英九的功勞嗎 不是 是當時阿扁在一次金改 二次金改的時候 把這些不好的金融體系 併了併 弄一弄 請問一下阿扁這過程當中 有花一毛錢嗎 有花一毛錢嗎 答案是沒有 可是你看國民黨一執政的時候 金管會接受國防人售 就花了899億 老百姓納稅錢 從這點我們就可以看得清楚一件事情 至少阿扁對於台灣金融業的整個整治上面 我看這是歷代的功勞 未來這10年20年 台灣金融業能夠賺錢 就是因為當時阿扁看出來 如果再繼續讓國民黨這樣惡搞下去的話 台灣金融業就死了 而金融業是台灣的命脈 我再請問一件事情 薪水的角度 阿扁的薪水平均都在49000到5萬塊夜薪 請問一下是誰把我們的實施薪水 薪水跌到48000塊 這裡我也不能理解 為什麼不理解呢 因為阿扁每一年是以4%的經濟增長 你馬英九一年有2% 所以理論上面過去10年 過去的10年 台灣總體經濟成長了50% 成長50% 薪水為什麼沒有增加呢 答案就很清楚 今天馬總統你在稅務上 讓有錢開大門 走大陸炒高了房地產 那你為什麼要炒高房地產 因為如果把房地產增值拿掉之後 嚇死人了 原來台灣GDP竟然是負的 今天是負的 所以我要說一件事 今天他已經沒有負了 福茂到底是不是一個正確的方式 我相信全世界都在跟中國談自由貿易 但是全世界跟他談自由貿易的時候 一定是在野黨跟執政黨 為了國家利益的時候做整體的考量 宋楚瑜說了一句話 這句話我不知道 罵總統 我相信你 但也聽不清楚了 他說當時在海基會成立的時候 是因為當時有去跟當時的民進黨的大佬 就是前任黨主席黃信建先生 信建公有討論過 對兩岸的這個發展 是不是需要海協會海基會整理 黃信建前任黨主席說 這件事應該做的 才成就了兩岸的所謂的 海基會海協會的動作 是因為在野黨覺得該支持你 執政黨才做的事情 今天你國民黨已經頭殼不清楚 所有的國民黨為了保護他 那個9%的總統 已經是幾乎盡最大的能力的時候 要治台灣2300萬的服務業的發展 就是為了拿那三張執照嗎 真的就是為了這件事嗎 拿三張執照給誰的 證券全資全照 給誰的 當然現在已經清楚就是 連戰後面代表的銀行是誰 這個馬總統背後代表是什麼 還有前任海基會的董事長 他背後代表是什麼銀行 市場都已經傳言紛紛的就三家 萬一出來是這三家 你把台灣2300萬服務業 佔我們現在GDP 還有馬總統 拜託你做個總統 你腦袋清楚一點好不好 GDP在計算的時候 不是只算出口 是出口減掉進口的進值 才納到GDP 你左口右口說出口代表基金 現在台灣基金是什麼 69%是民間消費 你加油 加電 你就是要強按民間消費 你有一點良心嗎 你的良心被狗吃掉 還是你放那隻狗倒出來 我最後一個結論 現在台灣的消費 也就是說服務業 已經佔台灣的GDP69 而這數字會持續增長 可能到70% 服務貿業最直接衝擊的 就是台灣最優幹的 所謂的消費業 如果這個事情 兩個執政黨跟在野黨 沒有好好把這個事情 找出一個對的方向 今天ECFA已經讓我們的汽車廠 整場出出 ECFA讓我們的電子業 像是面板還有LED 還有這個我們說的電池 已經遭受中國的 所謂的專利權的侵犯 甚至面板的技術 已經被對岸剽竊了 現在我們的最優秀的觸控技術 基本上江和日下 這都是你馬總統的任機 現在我們台灣很難得 有些金融業的know how 難得還有一些 所謂服務業的know how 難道你真的 一定要讓對岸整晚拿走嗎 拜託跟在野黨好好談一談 這是攸關未來 不是10年20年 是未來台灣永續經營的一個要件 怪不得 陳德明在旁邊偷笑 祖國統一有望 這句話真的太壞了